我們輸出的時候 剛剛同學有注意一個地方 就這個檔案 你會發現這邊通出一塊 為什麼 因為好像原來的資料是 16 這邊是串在一起的 所以這邊多一個豆點 好像57 1好像是串在一起的 你可以看一下那個網路上的資料 Yahoo股市資料 這邊的話 應該 這邊有沒有 所以怎麼辦呢 多那個豆點 因為剛好千封Fly在豆點 所以乾脆不要這個千封Fly算了 如果不要這個千封Fly的話 其實最最簡單的方法 應該各位也猜得出來 其實可以怎麼樣 在把這個取代成豆點之前 可以怎麼樣 可以在這邊加一行吧 把這邊怎麼樣 加一個取代 取代什麼 把豆點 取代成沒有 OK 這樣應該OK啦 我想到了這樣 然後呢 就讓它再重新寫過一遍 好 write的出去 試一下看看 等於是多一個取代 這樣OK 把它再打開一下 不過它這個關起來 再開一下 OK 看會不會OK 欸 這次要沒蓋掉嗎 這個應該是把這個 豆點取代成沒有 還是說一定要把它砍掉 理論上應該是覆蓋過去吧 把它再執行一下 這邊的豆 這邊是去掉了 這邊也去掉了 那理論上應該 這邊應該是 我開到Excel 重新整理一下 Refresh一下 按右鍵 重新整理 CSV OK了 所以這邊的話 這樣就OK了 應該可以了解一次啦 因為同學蠻細心的 看到那個 剛剛有一些地方不OK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再來看 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呢 想要不是用取代 剛剛這個取代部分 所以請各位 多補這一行 這樣的話就完美了 那 應該是在這邊吧 上面的地方 就是這一邊上面 多加一行 OK 好 這個地方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輸出 已經輸出了 可是呢 我希望呢 可以 把那些多餘的符號去掉的話 其實大概就加幾個地方 我大概就是 第一個 因為如果說你要去掉的話 恐怕你還是需要怎麼 先把它轉換 S1 S1指的是標題的部分 那標題部分輸出啦 所以加等於用串接的 串接完之後 再一次輸出 輸出的話 直接把0 扣掉最後一個 因為我最後會有 多一個豆點 就是 我們第一階段 這邊的 這個豆點 這邊的 這個豆點 這個豆點去掉 另外的話 如果說我今天 頭跟尾這個 那當然我就可以 再加S2 S2指的是裡面的資料 那我一樣用串接的方法 串接部分的話呢 那我裡面多加一個TEMP 這個TEMP是暫時 存放資料的 然後呢 一樣把資料先放在 串接好的那個TEMP裡面 然後呢 再把 這個地方 關鍵的地方就是 這邊 本來是0開始 把它變成1 意思就是前面那個 豆點不要 -1 就是後面那個 豆點不要 OK 然後最後的話呢 記得把TEMP裡面的 東西清空 並且加一個換行 因為加一個換行 輸出的話呢 那些資料 才會不見 OK 應該可以看懂意思啦 這個只是說 輸出一個格式 那 如果說要把它輸出成那個 CSV 結果也是OK 那畫面先換給各位試一下 那個 特別注意 就是 本來 Printer 直接Printer 我用串接的 那串接之後的話 最後 再輸出的時候 這個S1 指的是那個 就是那個 標題部分 那我就標題部分呢 把它扣掉 最後面那個豆點 最後面那個豆點的話呢 就是 把它-1 就可以重上 如果-1 這樣的話 最後的那個豆點就不見了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S1呢 輸出這個豆點 就不見了 那其他的話 還有前面跟後面的豆點 怎麼辦呢 每一個 每一個都有 所以呢 我可以在底下 多一個那個 TD的部分 先多一個TEMP 因為我想到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先怎麼樣 先讓它全部串在一起 串在一起之後呢 還要再串接了之後 全部串完之後的話 把它去頭 本來是0 變成1 就前面那個不見了 總長度-1 那後面那個不見 再跟什麼呢 跟這個S2串 S2指的是下面這個全部 那這個全部的話呢 TEMP是先 先串一個 一個丟給S2 S2串完之後呢 沒有前面的也沒有後面 但是最後要多一個換行 所以後面我又多加一個換行 串在後面 那這樣的話 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一直串串串串 串完之後的話呢 輸出下面就是S2 所以Print的話呢 就Print上面這一段 那Print S2的話 就是下面這一個區塊 OK 不過最好用中間這邊多一個 多一個那個換行 那怎麼辦呢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你乾脆在下面這個區塊 上面多一個換行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 多一個什麼 中瓜湖 從第一個字開始到 到後面全部要 意思就是本來從0開始 然後我從1開始 就前面這個換行就不見了 OK有沒有發現 這個換行就不見了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 一樣的輸出結果 這是方法2 方法1是用取代的 方法2是用什麼啦 一樣用Find All 所以你會發現都是Find Find All 那至於 其實好像道理也差異性不大 應該沒有問題啦 這個應該看得懂我在做什麼吧 那最後的話呢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這邊一樣會有16 有沒有 0.564 千分類符號 所以如果你將來希望怎麼樣 一樣 輸出CSV檔 這個地方一樣會出錯 所以要避免這個地方有錯 該怎麼辦 把它去掉啊 在哪邊可以去掉 其實喔 這個如果要去掉的話 因為它每一個 每一個都是在哪裡呢 在TD裡面有沒有 所以 TD裡面呢 我可以輸出的時候呢 順便一邊輸出 一邊取代 斗點 如果有斗點就取代 所以呢 其實喔 可以在這個最後面再點一下 有沒有 可以在這邊喔 Strip後面再一個點 在Python或者是在Java都一樣 你可以自串 函數後面還可以再做自串函數喔 所以Strip後面喔 你可以再加一個replace 是允許的喔 OK replace有沒有 然後後面的話 你可以什麼 把它豆點 取代成沒有 在後面 OK有沒有 就是先strip掉之後對不對 再取代掉裡面 如果儲存格裡面有豆點 像這個喔 它就幫我怎麼樣 變成沒有 所以這個將來就不見 這個也不見 好 我們輸出看一下 如果加這個 應該可以看懂這個意思 所以replace還蠻好用的啦 對不對 如果不用replace很多地方 哇 光要寫就頭痛了 這個是最簡單的一招啦 應該 好 來試一下看看 知情 OK 輸出看一下 有沒有 16564 豆點不見了 它就是裡面 只要看一下有沒有豆點 優辣就把它取代掉 這樣的話呢 後面一樣可以把它輸出啦 所以後面 你可以再加上剛剛那兩行 有沒有print出去 就是這兩個嘛 就是open它 write出去 csv 這個時候就是把什麼呢 其實就是把s1跟s2 這兩個把它搬到這邊來 讓它write出去就好了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 Ctrl C 所以你好像可以把它write兩次 也OK啦 或者end 這write一次 然後write兩次 把它write 這個再把它write到下面去 這樣子 然後把它print著 一邊print出去 一邊又有一個csv出來 把它打開 這樣啊 這邊的位置 所以又有新的問題了 這邊什麼 它最低 變成那個換行不見了 所以剛剛這個顯然 可能沒辦法把那個什麼 這邊可能要 剛剛這邊 如果把這中瓜五拿掉 讓它換行留著 會不會這個問題應該就可以解決 不過這邊就變成 write 我這邊 這邊一樣留著 看一下 會不會是那個 這樣就OK了 所以顯然 那個地方是不能夠拿掉的 一拿掉它好像會出現問題 不過這部分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OK 試一下 那這個是方法二啦 就是用什麼 先抓table 再抓tr 再抓th th th跟td是同一層的 因為它標題是th 裡面的資料叫td ,OK 所以這個大概 有個概念 因為網頁 其實它下來一定是循序的 所以它會先畫一個table 然後再畫一個tr 然後tr先th ththth 然後再td tdt 這樣的流程 所以你會發現它一直往下 網頁的話是一個串列 反正就下來 等到它OK 就ready了 不然它就是一直beasy 一直beasy 網頁它不會馬上 它會循序的一直 有點像那個 你水注入到那個水桶裡面 它不會馬上滿 它慢慢慢慢越來越滿 類似的概念 串列的事 那 所以 將來 假如說 我們現在是 解決方案 一 用python 做完 輸出csv 檔 給excel用 對不對 第二個方案是 如果我不用python 我可不可以直接取用 那個excel裡面的 就是IE物件 不過特別注意 IE物件是另外 外部呼叫的 有點是把那個 IE瀏覽器有沒有 特別注意 是IE瀏覽器 不是Chrome瀏覽器 特別注意 因為微軟它自己的產品 然後呢 它會把那個 IE瀏覽器 外掛進來 外掛到那個 我們excel裡面 然後呢 你就可以藉由 IE裡面 畫面裡面 Document Document裡面 你就是 一樣 用查詢 跟file差不多 不過它的語法 不太一樣 它是 getelement by take name get 就取得 其實也跟file差不多 就是 file是找 找到抓回來 它的get是取得 element 就是裡面的元件 by tag tag就是標籤的名稱 那tag name 不是有table 有tr 有th 那有td 那其實這個原理差不多 那所以呢 我後來本來先寫完python之後 我就把它用同樣的邏輯 就有點像翻譯嘛 不過這工作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勝任的 因為 這裡面是 又完全不同的語言 但是我兩邊其實還算熟啦 所以兩邊我就給它簡單的翻譯了一下 所以待會 因為今天時間實在有限 剩一點點時間啦 所以我就最後再把我的成果 直接就分享給大家啦 因為 反正東西應該是 原創性很高啦 你網路上應該找不太到這種 這種寫 寫IE物件的 有啦 可是 每個人寫的方法都不太一樣 我發現國外可能比較多啦 台灣可能比較少 那請各位先把那個 剛剛那個部分先完成 整個部分 做 那 做 看來